近期国产运20多次远赴塞尔维亚运输FK三方空导弹的事件 在国内算是告一段落 但其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影响却并没有平息 尤其是一海之隔的日本 对于运20此次展示出的强悍战略运输能力非常意外 在近日更时有日本媒体 对日本航空工业发展的C-2型运输机 与3月飞地波兰卸下赠送乌克兰防弹衣和头盔的行动 进行了详细报道 颇有一种近有运20飞往塞尔维亚 就有C-2也曾飞往波兰的对比感觉 而问题在于 中国航空业在近年取得的成就 可不仅仅是运20这一款战略运输机而已 歼20隐身战斗机 歼10C 歼16三代半战斗机 以及其他在无人机 中型运输机 先进直升机等领域取得的进步都是有目共睹 相比之下 在日本航空工业近年来推出的产品中 真正有些影响力的 其实也就只有C-2运输机而已 遥想当年日本航空工业曾经达到的高度 真可以说是自己亲手将一手好牌打的吸烂 二战结束后 日本在战前建立的航空工业已基本被摧毁殆尽 不过其人才 技术基础仍在 因此 在50年代摸其接受美国提供相应军事装备后 其实力得到了迅速恢复 并在美国的支持下 于60年代发展了7战后第一代F1战斗机和C-1运输机 相比之下 不过在1950年之前可以说几乎没有现代航空工业 之后再受益于苏联城体系传输相应技术和制造体系 才在50年代后期具备了制造歼5 歼6战斗机的能力 算是在航空工业领域有了艰难的开始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 这时中航工业的制造水平看似位于日本之上 但实际上 当时我国的战斗机设计制造水平 是在苏联堪称没有藏私的情况下 大面积传售效果的 基础非常不牢固 相比之下 日本则受益于其此前遗留下来的航空工业基础 尤其是人才储备基础 步伐走的虽然缓慢 但比较结实 而在六七十年代 随着我国与苏联关系发生变化 在被迫自力更生的情况下 中航工业已经与国际主流水平出现显著差距 相比之下 日本则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而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再加上六十年代末期经济飞速发展的加持下 其航空工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尤其是日本在现进复合材料领域与精密机床加工等领域的进步 当时在全球范围内都堪称首屈一指 最终随着八十年代初期 日本在由美国提供F-15战斗机核心零部件的情况下 服装生产F-15J 积累了一些第三代战斗机生产经验后 提出了雄心勃勃的F-2战斗机计划 也就是希望对外招标以获得一款先进第三代战斗机的技术基础 再结合日本自身的技术强化其反舰能力 以应对当时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 最终在经过数年绝诸后 日本选定美国提供的F-16C机体 正式启动F-2战斗机计划 这时 可以说日本已经明显走到了中航工业的前方 从日后来看 F-2战斗机其实寄予了日本航空工业 甚至是日本空中自卫队的极大期待 其虽然表面上是用来应对苏联海军舰艇的海上攻击机 但其实也具备使用每支AIM-120中具空空导弹的能力 并且还搭载了由日本航空工业自己开发的 号称全球第一款进入实用阶段的JAPG-1相控的雷达 因此 F-2从本质上来说 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一款缩小版F-15E多用途战斗机 并且承担着日本航空工业从引进先进战斗机 过渡到能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重要任务 但让日本航空工业没有想到的是 其虽然在先进复合材料 深化加半导体器件以及高精度机械加工等领域 积累了雄厚技术基础 但现代战斗机的设计绝非二系 由于美国在日本发展F-20提供的技术支持 坚禁服于表面 使得F-2的试飞过程堪称是举步为奸 最终虽然勉强在2000年量产 但与最初的设定已经截然不同 不仅都用途战斗机的设计 由于其搭载的航空电子设备以及软件性能的缩水 而真正成为一款较为彻底的攻击机 并且号称全球第一款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的JAPG-1 也在量产后表现出可靠性极低 尤其是复杂气象天气下目标搜索距离非常有限的尴尬 不过 日本毕竟是通过发展F-2了解了现代战斗机的研制流程 因此在F-2开始量产后 又相激利向了C-2运输机和下一代隐身战斗机 表示其开始冲击现代军用航空工业的最高峰 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和运输机 但当时日本并没有想到的是 这实际上也是其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最大打击 其中新神隐身战斗机 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几乎无法解决的重大困难 最终在2016年草草试飞几个架次后 宣布结束 相比之下 C-2运输机则更加幸运地得进入量产阶段 但其最大约30吨的载重 比起设计是定下的36.7吨最大载重 存在明显差距 再加上其在机身结构材料应用 起落架结构设计等领域暴露出的问题 日本航空工业设计基础薄弱的缺点已经非常明显 更重要的是 在C-2新神项目告一段落后 其已经暂时放弃了继续发展国产先进军用飞机的努力 日本自60年代就始终坚持的国产航空工业发展规划 至此已彻底陷入低谷 回顾日本航空工业在这60年间所发展的过程 可以说 其犯下的最大错误 恰恰是没有能静下先来 认认真真走完一款军用飞机从设计到是非 再到量产的整个过程 总是先洗于其他国家 尤其是美国所提供的先进技术基础 将自己航空工业的基础建立在其他国家提供的技术之上 这种过于精打细算的做法 使得日本航空工业其实是在沙中建塔 一吹即倒 相比之下 中航工业之所以能在近20年间取得如此之大的进步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国内在进入21世纪之后 面对组装生产的歼11A战斗机 已经落后世界主流的情况下 依然能耐助性子将其彻底国产化 发展性能比起歼11A几乎没有本质性提升的歼11B 并在当时费尽心血 完善看起来平台性能并不算很好的歼10A战斗机 最终凭借歼11B和歼10A的量产 彻底掌握了现代军用战机的设计制造流程 当中航工业在完成军用飞机研发 设计以及所需各型航空材料的技术积累 彻底打捞自身基础后 再按照军方需求发展出相应的国产先进直升机 运输机以及隐身战斗机 甚至是下一代轰炸机 当然也就只是时间的事情 日本航空工业如果始终认识不到 或者认识到又不能下定决心去走这样一条充满经济的道路 就注定无法在全球先进航空工业中 获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世界各国定义强国的标准无非就是三项 科技实力强 军事实力强和经济实力强 只有在这三方面都具备足够的实力 那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 各国媒体也喜欢按照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 对各国实力进行对比排名来吸引外界目光 日本就对世界强国排名做了份榜单 对中国的评价不得不说很到位 相信有不少人都很好奇这份榜单中排在第一的究竟是谁 接下来就为大家揭开谜底 在日本人的眼里 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强国 综合能力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 首先来说 美国拥有广袤的土地资源 资源储备量极为丰富 为发展工业提供了诸多动力 科技产品质量优异 其次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全球最强的 武器装备水平较高 实战经验丰富 形成的威慑力令多国惶恐不安 最后 美国的经济也长期霸占世界榜首 综合实力来讲 美国被日本视为第一强国 也喝清喝力 俄罗斯长期以来都被视为 是美国巨大的竞争对手 其综合国力应该是紧随美国的 但是在日本人的眼里 排在第二名的不是俄罗斯 俄罗斯排在了第三的位置 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很强 但有大部分武器装备 都没有更新换代了 很多武器几乎都已超过了 服役年限 却还在投入使用 这都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处境尴尬 在日本看来 一个国家的经济若持续萧条 其他领域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这不是真正的强国 日本没有把俄罗斯排在第二的位置 而是把中国排在了第二名 中国的综合国力以近飞昔比 各个领域都呈现出了朝期蓬勃的发展模样 这样的变化给了世界各国极大的震撼 日本自然也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 在日本人的眼中 中国经济总量提升快 军事发展迅速 航空工业也与欧美国家不相上下 如果不涉及核武器因素的话 中国的综合实力在世界上还是很强的 如果要比较核武器的话 继承了苏联武器装备的俄司 在这上面具有的话语权会更多 中国虽然早就掌握了核武器技术 但中国是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对于核武器的研发使用 也绝对会保持克制 抛开核武器来讲 日本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差距并不明显 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围追堵截中摆脱了危机 俄罗斯却深陷西方国家围堵的窘境 两者截然不同的表现足以见得中国的实力 按照这种想法 日本的评价也确实到位 当然这些都是日本的排名 中国实力究竟如何 还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证明 不懈待发展 才不会被甩在后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